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亂那麽 今天我想說的是如果大家在英國買全新樓盤的話 是需要注意些甚麼的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片 歡迎大家來到鬆仔亂那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啦 通常我們一般買新樓來說 除了你要選擇地區和盤子 你自己喜不喜歡的職位之外 當然發展商的質素很重要 英國大概有20個比較大型的發展商 其實每一個發展商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例如如Barrett、Taylor Wimpy等 這些屬於一種比較大型的發展商 但他們主要是建一些中價樓 又或者好像Belway這一種 就是建一些比較便宜一點 平民一點價錢的樓 有一些例如Redrow或者Miller 他們建的樓 又會大概是符合一些中產 或者中產以上少少的價位 這樣去吸引他們那邊的客人 所以其實每一個發展商有自己不同的定位 之外也有他們不同的裝修質素 其實裝修質素這件事 不能以發展商一概而論 因為每一個發展商可能都會有 低價、中價和高價不同的樓盤 不同價錢的樓盤 用的材料都可以有很大分別 例如便宜的可能是用地皮 或者是就這樣地毯 貴價樓可能和你鋪地板 和你用地磚 或者有些門比較實正一些 或者用的爐頭 抽油煙機那些都會用一些貴一些的牌子 等等 所以大家選擇發展商的時候 不妨可以上網做多些資料搜集 看看別人對這個發展商的評價是如何 有時發展商可能幫你建一層樓後 啪啪樓便撇掉了 可能會有很多後續的手尾功夫 你召喚他都不來腹肌 又不來幫你做 都有這些可能性 這些不一定是大發展商才會發生的 小發展商有時可能會跟得比較緊 因為他想做好自己的品牌 做好自己的聲譽 大也不一定是責任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這件事 根據英國的法例 每一個發展商建的新樓盤 都必須要包含一個叫做NHBC的Warranty 這個Warranty是政府法例規定一定要有的 它包含什麼呢 就是包含你那間屋的結構十年的保養 即是說如果那間屋有不正常的沉缸 屋頂漏水 或者你裡面的木牙有裂痕 爛了 諸如此類關乎結構性的東西 你都可以向發展商提供保養 但是這個只是限於你的結構方面 如果你家裡譬如長批檔有問題 或者浴缸漏水 這些全部一概都不包含 一般來說新樓就會包含大概一至兩年 屋裡面所有的電器 或者批檔、門鎖、窗 這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會包含兩年 所以你在選樓的時候 就必須要跟發展商商談一下 究竟了解清楚 它裡面那堆東西是包含多久的 因為NHBC就一定保你十年 但是裡面那堆東西包含多久呢 就是由發展商去決定的 接下來就是這段影片的高潮位 這件事就是我今天想拍這段影片的主要原因 原來在英國的法例規定 我記得是2011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政府需要所有的new build的developer 就需要撥出三成至五成的房屋 是作為這個affordable housing 或者是social housing 一般來說 它就沒有一定指定你的requirement 一定要是social housing 我首先要解釋 甚麼是affordable housing 甚麼是social housing affordable housing的意思 就是好像類似我們香港的居屋 它就是以一個低於market value的價錢 去賣出來的房屋 是一種資助型的房屋 但是都需要付錢去買的 通常適合一些英國本地的young couple 或者一些年輕家庭 去資助他們上車的一些上車盤 但是social housing 就跟affordable housing有很大的分別 social housing 其實就是我們的公屋 你是不需要付錢去買的 政府是可以安排不同的人 一些比較窮困的人 就入住這些social housing 而social housing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不能夠控制政府 給甚麼人進來住 因為你住公屋 你可以是可能是工人階層 或者可能只不過是比較窮困的家庭 但可能他們都是好人好者 但有時候他可能會拿這些屋 來做一些叫中途房屋 中途房屋就是他放了一個人進來 這個人是會慢慢幾個月之後 安排去一個永久的地方住 現在只不過是在中途搬進去住的地方 有時候住在這些地方的人 很多時候可能會是導遊 黑社會 甚至乎可能在家裡種大麻 那我曾經都試過自己住過在某些地方 附近 就是那個developer附近 他都是有這些social housing 在那裡 試過有幾次 那些警察走進去raid那間屋 找到有人種大麻 然後就上了手扣 還拿了short gun 穿避彈衣進去 其實都真的挺恐怖的 另外就有一個鄰居 就不是在我那邊的area 就再遠一點 離開我都有一段距離 他就住正在一個social housing的屋旁 但他的層樓屬於一層中高價樓 好像是一間四房的detached屋 其實對他來說就很不公平 因為他自己是用很多錢去買了那間屋 但相反住在同一條街 就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是一個無業漢 有一次他去旅行 他家裡去旅行 他知道會開啟燈 但裡面關燈 那旁邊的屋那個人 就知道他離開了那間屋 他就叫了那些賊人朋友 去他家裡爆隔 他家裡損失慘重 什麼都被人偷清過 所以如果有這些social housing 在你家附近 其實治安方面都會差很多 但沒辦法 因為政府的法例 政府就希望 upper class middle class 和lower class 都可以融在一起的生活 其實理論上是對的 絕對沒問題 但在治安方面出發 就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對得起錢去買這些屋的人 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選擇全新的樓盤來買的時候 留意一下 究竟那個site 是affordable housing 還是有social housing 盡量可以的話 都避免social housing 因為如果有的話 其實那一帶的治安 通常不會太好 另外 政府規定 affordable housing 大概是30%至50% 一般來說 你是發展商 當然是最bare minimum 即是30% 另外 social housing 不一定要建 有些情況是怎樣 譬如那塊地 如果一個發展商 想從政府手上拿到 或者將土地用途改變 如果他肯提出 在他的地址 建建多些social housing 政府批地也會容易 所以因此 有很多的地址 會有部分 是做了做social housing 買新樓 買現樓 還是買樓花好 其實這個 topic 都可以講很久 我簡單一點 在這裡簡化講一講 買現樓 其實我個人覺得 比較穩陣 尤其是你看到實物 就算你買不到現樓 最好買一些 完成度比較高 譬如只欠門鎖未安裝 或者欠花園的草皮未鋪好 這些樓你都可以考慮 尤其是你想像得到 完成後 那間屋的質素會如何 有時候買樓花 你不是相信那間公司不過 而是一般的發展商 其實他建完那層樓 你至少會找到 20至50樣東西 是需要收拾手尾的 有些你需要距離收拾 有些簡單的 你就自己可以搞定 但約20至50樣東西 真的逃不掉 所以如果你買樓花的話 你就很大機會 會有一些位置 是可能你完全沒有辦法自己弄 你就要靠發展商 來幫你搞定 但你買現樓 at least 是你心目中最重要的 譬如說 升盤有沒有裝好 熱水爐是否有效 或者是地板有沒有鋪好 燈是否有效 諸如此類 你心中有個抱 八成至九成 你知道那層樓 應該是怎樣 最好就是現樓 完全建好那些 但其實就不是太常見 因為一般英國人 發展商建樓是怎樣建 就是建一間買一間 所以就不是經常會有現樓放出來賣 而且現樓你沒辦法選擇 那些選擇的 即是它建好是怎樣就是怎樣 你凡是地板 加多個廚櫃 或者加多個洗衣機 加多個衣櫃 這些一概你都沒辦法去選擇 這個就是買現樓的不好處 但好處就是你看到 它交樓的標準是怎樣 它現在是怎樣 它交給你的時候就是怎樣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會傾向看現樓 但通常現樓賣出來 多數都是那個地板 可能差不多就是員工 它可能已經建了七成 賣了六、七成的樓出去之後 剩下有一堆現樓賣出去 這樣的情況下 它才會有現樓賣 但買二樓另外還有第二個好處 通常會便宜些 因為選擇你沒得選擇 而且它已經建了等人買 所以因為發展商盡快要回本的心理 所以通常買現樓的價錢 稍為有少許折扣 但如果你買一些樓花 是未建好那些 那價錢就會站得比較硬 一般英國的新樓 那個交收的時間表 約莫是由你落 deposit 到你可以交換的 contract 約莫是大概28天 當然會因為種種的不同因素 有機會是延長到大概約40天左右 這個是視乎你律師做事有多快 但是大家需要明白 買新樓的話 開設者是會追到你售的 他們不停地騷擾你 每個星期打三次電話 來問你的進度去到哪 這個是開設者的特色 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只不過是買一件貨品出去 所以收到錢是他最大的目的 所以我在這裡要講講律師方面 通常一般開設者 都會要求你用他的律師 但這個不是絕對的 你絕對有權用你自己的律師 不過你要給他一個好一點的理由 例如我的律師跟著我的東西 或者專門做海外買家的買賣 他們通常都會接受這些解釋 否則如果你用了他的律師 不是說你成交不到 問題是因為這些律師 本身就是依附著這些開設者來賺錢 所以其實你可想而知 從一個邏輯的角度來講 那個律師一定是偏坦發展商方面 因為發展商才是米飯班主 所以很多時候幫你做文件 看搜尋 或者做其他一些調查的時候 一些Due Diligence的時候 多數都會in favor to the developer 只要沒有任何一些大的嚴重問題 或者會令到他有法律上會上身的問題 他有時候可能對你都會用一種 不知不覺或者輕輕大過的態度 去講一些他不想你知道 但可能對你來說很重要的資訊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太過建議大家 是用發展商提供的律師 除非你真的沒有第二個選擇 另外最後想提提大家 如果你選擇買全新的房子的時候 最好就看一看 那個發展商的座位有多大 以及它究竟要蓋多久才蓋得完 因為一般來說 一個全新的樓盤 它蓋的那塊地 就不外乎兩樣東西 一就是它蓋在山卡拉地方 在山卡拉地方 那些地價一定便宜一點 所以那些地方的配套 設施一定沒有那麼好 幾乎可以說是零 比如學校、商場、超級市場 巴士、銀行 這些全部都沒有配套 因為它只是蓋房子 另外第二就是 可能它本身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些區域 我們看到不是 它交通很方便 沒錯 因為它在市中心附近 一些比較便宜的地皮 就趕走了原本住在那些人 一般來說 都是一些比較窮困的人 將他們的地買了 變成了發展用途 有很多時候 未必一定是居住用途的地被買了 可能是一些廠倒閉了 一些汽車廠、工業區、公園 那些被收購來做建住宅項目 在那些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要留意 就是治安的問題 因為通常那些區 都會是一些比較窮的區 因為你需要知道 它建造那間屋出來的成本 它一定要控制到最低 它以最大的利益為依歸 所以它一定會選擇比較便宜的地 但就可以建得貴一些的房子 出來去增加它的利潤 所以通常建在這些地方 你都會有一個隱憂 就是可能你前後左右 都是圍著你的區域 都是較為沒有那麼好 以及比較 類似貧民窟的地方 如果因為那些地區還未發展 那你那裡發展了 就很容易會帶來一些治安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那些區那些全部是中產 或者是中產以上 每個人都駕駛車 住得好 但圍著你那些全部都是窮的 可能多數那些地方 都會比較多一點罪案發生 他們就會打擊你的地區來做世界 所以大家在選新樓的時候 要留意這兩樣東西 它是否建在一個比較貧窮的地方 還是它建在生卡 沒有雷工那麼遠 設施是貧乏到不可以再貧乏的 那大家買新樓的時候 就要考慮這些 所以有很多人就未必喜歡買全新的樓 想買一些已經建了10年 8年那些樓 或者甚至是選一些比較好的區的二手樓 這個就是原因 希望我今天這條影片 幫助大家在選新樓的時候 知道需要注意些什麼 如果大家是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好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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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